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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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愛長過高深 曲 李宗盛 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醉人 怎能滿庭言則 我住出了鐘家 拜我回來歸唐 我盡願一杯十字架 衷心一路跟湯 我盡貼下一切 為要得著幾度 神也四也萬般不屑 又何時我回顧 我愛我的救助 我求祂的真實 為祂知故 愛一遍苦 禮意變為損失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穌 除你之外 在天和鬼 在地和所愛慕 艱苦反對飄離 我竟已改不離 只求我主有祢愛情 讓我靈魂身體 現今遍祈何不多 求祝使我託訢 当祢再来我即场说 哈雷路亚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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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平安很开心 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我的心何等的渴慕祢 祢的话语使我的灵得饱足 我愿在祢的话语当中得见祢的面 主啊谢谢祢 也愿得着祢的恩惠跟慈爱 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今天是4月5号 灵修的进度是诗篇145篇1到21节 那么这是一篇赞美诗 每日言经示意的主题是 当称颂耶和华的名 在诗篇当中呢 称颂或者是赞美神 是一件关系到生命和气息的一个大事 我们从那个诗篇最后一篇 一百五十篇的最后一节第六节 他有一个总结说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那圣经更多 打一百 更多的有一百五十处的经文说到赞美 或者是赞美神 在启示录5章13节那边说到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神学家以来齐解释什么是赞美 那赞美呢是神和神一切工作的荣耀和威严 要充满在人的心中 并且借着人的言语和见证而表达出来 所以赞美神帮助我们从地上的焦点 转向天上神果的荣耀还有丰富 可以说是我们每一天最重要的 而且是必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诗篇145篇的诸子是赞美神 所以事实上诗篇最后六篇 就是以145篇为引戒 而开始的一系列的赞美诗歌赞美诵 那这一个特别的 在这个特别的部分是伴随着前面 五首祷告诗 就是140到140篇 144篇而来 因为赞美 祷告和赞美应该是一体的 你会发现在第145篇中 没有祈求也没有忏悔 他纯粹是赞美 所以我们从第一跟第二节来看 诗人如何向主表达他的心意 145篇第一节 我的神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赞美神并不是要等到上了天堂 再来赞美神而是每天赞美神 赞美是现在以及将来 我们在天上继续不断做的事 所以赞美神应该是我们每天 日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那从现在就开始 就应该更多的操练 而且就是常常赞美神 是你的心常常归向神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诗人大卫对神的赞美有四大方面 我们第一方面 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是赞美神的伟大 第七到第十节是赞美神的人识 然后十一到十三节是赞美神的治理 十四到二十节是赞美神的恩惠 我们来看第一方面赞美神的伟大 那一百四十五篇三到六节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侧舵 这代要对那代送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这个诗篇呢 第六节就是说 人要传说你可谓知识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诗篇真的是太宝贵了 尤其是赞美诗 所以让我们逐节的来读 第三节说到无法侧舵 是说到神的伟大 是无限的浩瀚 没有疆界没有直径的 也无人可以理解的 在奥古斯丁以诗篇第145篇第三节 开始他有名的忏悔诗 说耶和华本为大 因为奥古斯丁也同样惊叹 在神的伟大当中 所以当我们越学习认识神 与他的关系就会越深入 而神在你心目中 也越显得更加的伟大 没有人能够对神的伟大 可以描述的完全 因为神的伟大是无法侧舵的 也就是说神太伟大了 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也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使徒保罗是少数几位 能够深入认识神的人之一 然而他还是必须承认 他说在罗马书11章33节说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在第四节说到这代到那代 以色列的历史也正是一部 神大能的作为的一个记录史 亚伯拉罕被神呼召 在创世纪那边 亚伯拉罕被神呼召 以撒的诞生 还有摩西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 死灾以及红海分开等等的神迹 还有在旷野的天上 降下马辣的供应 云住火柱的营道 过约旦河和征服应许之地 这些神迹都在说明 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伟大 并且这代到那代 被称颂赞美 而且被传扬 在第五节的威言 这一个含义是 一个人由于具有某种特质 而被尊崇和赞美 神的尊荣或者是荣耀 与威言可以说是一个同意志 那神的荣耀是神本身 和祂一切作为的总和 荣耀不是神特别分出来的属性 因为神自己和祂的作为 都是荣耀和威言的 那神的荣耀呢 代表着神的无比尊贵 无比尊荣 无比的光辉和尊严 那威言 那这种的荣耀是神的属性 所流露出来的 是神绝对的完美和充高的表现 那我们的教会是 夏凯纳领良堂 意思是神的圣殿充满了荣耀 那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歌是 是新歌颂扬你的圣殿充满赞美 他的歌词是写着 圣殿充满赞美 我心充满平安 喜乐与荣光 祂奇妙的赐给我 颂赞耶稣的名 赦我罪赐自由 让圣殿充满赞美 使圣灵居住我心 每当我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心中无比的平安 无比的感受到神啊 祢是这么的荣耀 这么的赞美 当我赞美的时候 祢乐意居住在我的心 所以感谢主 那第六节这里提到 大额可畏的能力 就使我们额的思想 想到什么呢 神的伟大属性 包括祂掌管万物 宇宙万有 也包括祂创造的大能 祂的超自然 祂的智慧 公义 慈爱等等 这其中他后面说 大德指的是上帝的伟大 还有神圣的特质 在生命纪十章 第17节那边说到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祂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自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有可畏 在这里诗人提到 当祂在颂赞 在赞美大有能力 有可畏能力的神 也就是说在传说中 在传扬 在赞美神的伟大 这样的传扬是一种对上帝的恩典 和奇妙作为的回应 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那有两处经文说明了 所有被造之物都要来传扬他 宣扬他奇妙伟大的作为 在历代字上 16章23节 这边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诗篇19篇第一节 诸天述说他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所以以上的赞美 都是在赞美神的伟大 我们在第二方面来看 赞美神的恩词 从第七节到第十节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万民也要称颂你 在第七节这里的大恩 也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慈 我们的神是恩慈的神 神不只是拙量的分配给我们他的恩典 而是慷慨的供应在物质上 在灵性上的恩典 圣经提摩带前书六章十七节 这边说 我们的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我们来看第八节 当我们说到神的怜悯 大有慈爱 神的怜悯是一种无私的爱和关怀 一种超越我们理解的恩慈和宽恕 那神的怜悯是无条件的接纳与宽恕 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 无论我们走过多少的迷途的路 当我们转向神 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寻求神的怜悯的时候 他总是无条件的接纳与宽恕我们 所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三节 这边说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 是因祂的怜悯不致断解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们想象 我们曾经是一个被困在黑暗死因幽谷的人 无助的徘徊 在绝望的时刻 当我们感到孤独 感到恐惧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道光出现 那带来了温暖和安慰的力量 那这道光是一个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他一光一照下来 他不分彼此的照着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灵魂 所以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说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理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感谢主 那第九到第十节 首先呢 他说耶和华善待万民 那这句话显示出 神的慈爱是全面的 不分种族言语或者是国籍 无论是我们来自哪里 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 神同样都关心着我们 愿意向我们施持爱和恩典 祂的爱和怜悯如此的宽广 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 感谢神我们都是祂所善待的百姓 所以另外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一切 在这个一整一百四十五篇里面 有一个词就是一切出现了六次 代表神的祝福是极其广大的 是五眼佛界的 配得我们献上一切的感恩 一切的赞美 所以除了人之外 所有的被造物都要歌颂 要赞美造物主 圣经上不但说凡有气息的 都要来赞美主 到路加福音十九章四节 连耶稣也说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 那边也提到 诸天诉说神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那行约圣经到了启示录 更是淋漓尽致的诉说了 神所创造一切万有被造之物 都要来到他的面前 将赞美颂赞荣耀都归给他 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世 都归给座宝座的汉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 诗篇 诗人大卫是赞美神的治理 从第十一到第十三节 这里说到神的掌权 他同管万有 永远的国 他的权柄存到万代 第十一节说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远的荣耀 这两节重复出现 神的国是荣耀的 神的作为是大能的作为 在圣经当中 神国的荣耀代表着神的无比尊贵 无比尊严 光辉还有威严 这种荣耀是神属性所流露出来的 是他绝对完美和崇高的一个表现 神的荣耀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的 是一切的光辉和尊贵 是一切超越的存在和现象 这里神的大能的作为 就是神治理的方式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 十六跟十七节 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看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神的话这里述说了 神大能的作为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上帝作为宇宙的治理者 他的权柄 智慧和主权超越一切 并且他掌管一切事物的运行 还有发展 第十三节这里所说的就是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神所做的一切会永远的长存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 他的国度好像还没有全面的彰显 没有太多的彰显 但他在人类的国度毁灭之后 在这个地上人类毁灭之后 其实他仍然继续存留 在单一律书二章四十节那边说到 当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立一国 永远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结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所以只有到那个时候 神全部的荣耀和全能的启示 才会完全的显入出来 启示录十一章第四五节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往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来看第四方面 诗人是赞美神的恩惠 十四到二十节 在十四到二十节 这边从这边来看 有五方面神的恩惠 第一个他是扶持我们的神 第二个 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第三个是他是慈爱的主 还有第四他是听祷告的神 第五他是保护我们的神 所以在十四节说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持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持 神的恩惠显明在神扶持软弱的人 他扶持凡跌倒的 扶起凡被压下的 我们知道大卫曾经跌倒过 然后神将他扶起 而且赦免他 彼得三次不认主 拿而耶稣扶持软弱的人 重新建立彼得 并且使用彼得赢得许多世上的灵魂 好 第十五节跟十六节 我不再细读这个经文 但是从神的恩惠显明在神 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这两节经文呢 诗人描述了神 无尾不至的供应还有恩慈 首先呢 祂指出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那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依靠神 期待神的供应和帮助 神是众人的供应者 祂的恩典和慈爱呢 遍及全地 接着诗人说神随时给他们食物 这提醒我们神是怎么样 不仅是属灵上的供应者 而且也是生活上的供应者 神关心我们的生活需要 随时照顾我们的需要 给予我们所需的食物和心灵上的一个饱足 我想到在旧约 当出埃及的时候 神赐下马辣 在旷野赐下马辣 给以色列百姓 所以祂真的是赐下万物的神 包括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身体 我们灵的需要 我们所有的一个需要 第十六节诗人进一步说明 神的供应是无所不包的 随愿饱足 随愿饱足表示神给予的供应 是充足而满足人心的 无论是属灵上的需要 还是物质上的需要 当我们与神同行 祂必使我们充满喜乐和满足 感谢神 从这里神对我们真好 好 那十七节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神是公义的神 也同时是慈爱的神 他一切所行的都是公义 他一切所做的都是慈爱 公义和慈爱两者之间存着是互补 还有一个互相关联的关系 我们以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为例 圣经教导我们的方式是 对孩子是既要有爱 同时也要有公义的管教 如果只有爱没有公义没有管教 这是一种逆爱 会导致孩子缺乏纪律和滞律 缺乏责任感 缺乏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容易怎么样 当他这些缺乏的时候 容易受到社会负面的影响 而随波逐流 相反的如果只有公义的管教 而没有爱 可能会导致孩子的自尊心受损 缺乏情感 会使孩子感受到孤单 产生心理健康等等的问题 跟偏差的行为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学习诗人大卫 在这里的赞美神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所以我们的天父 他在我们身上 同时有公义又有慈爱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 属灵丰富的恩典 接着18到19节 这里提到神恩待诚心求告的人 这两节经文当中 诗人大卫表达了对神真诚祈祷 和敬畏神的一个重要性 经文提醒我们 当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祂会聆听我们的呼求 并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与我们相近 十九节他说敬畏神 敬畏神什么意味着 敬重和顺从祂的权柄 神允许对于那些敬畏祂的人 必成就他们的一个心愿 并且听他们呼求 拯救他们 这是神对敬畏祂的人 一个美好的应许 显示祂的信实和慈爱 所以感谢主 我们都要成为敬畏神的人 领受祂的慈爱 领受祂的信实 好 那神的恩惠显明在 神保护爱祂的人 这是在20节 神的恩典并不是靠着我们的爱 或者善行赚得的 因为恩典是不能被赚取的 我们的爱或是我们的善行 加强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与神的关系又加深了我们的祷告生活 我们的爱 我们的善行是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有神 我们有神 我们与神亲密的连结 我们祷告祂 神的属性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 所以第二十节 神应许保护 看顾那些爱祂的人 这并不是说他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被惯坏 被骄纵惯 而且永远不会面对任何的困难 而是我们可以避免不顺服所带来的筹骨 当面对试探 面对考验的时候 我们能得到的随时 我们能得到的是随时的力量和帮助 第二十一节 最后一节 祂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 耶和华的话 唯愿凡有血气的 都要永远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十一节 大卫以个人的赞美 为这首诗的开端 就是第一节 我的神 我的王 我要遵从你 最后呢 大卫以凡有血气的 都称颂神的圣名 作为结束 而在中间的地方 他要一切被造的 和一切圣名都齐来赞美神 这是在第十节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在赞美神的当中 去知道说 这是何等神给我们有何等大的一个权力 是让我们可以赞美祂 实时的赞美祂 称颂祂 以至于我们可以焦点在祂的身上 对准祂 不偏离祂所有的一切法则 所以我们都要来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透过今天大卫赞美的诗篇 我们学习了如何赞美 赞美你的伟大 赞美你的仁慈 赞美你的治理 赞美你的恩惠 主啊 一个全面的赞美 主啊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祢的面前 以真诚的心和敬畏的态度来祷告 我们不仅赞美 我们就要祷告 因为祢是那位随时在我们的赞美当中 向我们显现的神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知道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祢爱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祢的人 让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赞美祷告 祢就与我们同在 祢我感谢祢 谢谢祢 让我们赞美的时候 求祢提升我们的灵 与祢的心更多的对齐 更认识祢的全能 而且并认得祢的威严与荣耀 好叫我们在祢的面前 完完全全的敬畏祢 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顺民的儿女 主啊谢谢祢 也让我们在赞美当中 领受祢的恩惠跟慈爱 享受祢的同在 主我感谢祢 在这样的一个正当 一个诡局多变的世代的当中 我愿祢在万民当中 永远坐王掌权 我愿祢坐在宝座上 愿万民都要向祢来歌颂 愿万主都称颂你 口都要称颂你 主最后说但愿颂赞荣耀 尊贵全能都归给祢 都归给做宝座的耶和华神 主啊直到永远 永永远远 主还是感谢祢 父神感谢祢 谢谢祢接受我们的赞美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 dont你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